當然如果說你今天輸入幾個字 按清楚它會吃掉 不過已經沒有字了 你不能再按清楚 如果剛剛你沒有去判斷if 他的那個swing的legs 不等於0的時候 如果已經是0 如果不等於0沒有判斷的話 那整個就會crash掉了 整個就down掉了 不然你可以試試看 剛剛我們有加了一個那個 這個地方有加這個 如果你把這個 這個部分的邏輯判斷拿掉的話 它會吃掉沒有之後 沒有字你還把它清除 那就會產生錯誤 整個就crash 就整個就跳移就對了 這個部分的話特別注意 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需要做出什麼 123 這是錯誤的 這邊有一個密碼錯誤 那如果假設說我今天呢 3秒鐘有沒有 OK 如果你覺得停太久 你可以把它說成1秒鐘 TOS只有1秒鐘跟3秒鐘 兩個選項 那怎麼做特別注意 比如說我要判斷 一個錯誤一個正確 那這裡的話 一樣會需要 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首先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 我們一樣 就跟前面是一樣 就是第一個 把這裡面的資料先get 所以 一樣會有個stream 類別 這個stream的類別 也許是 我用那個一個s去取得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請各位在那個 我這名稱叫bok.set unclicklistener 一樣是new一個 然後在unclick這個 這個方法裡面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 一樣先取得什麼 取得 ADATM裡面的字 這個我想跟剛剛一樣 先把它get過來 OK 所以 這些字呢 把它get 放哪裡呢 放在 這個 類別裡面 OK 這個stream類別的話 名稱叫s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區 這個區域變數 只有在 這個區間裡面 它才會有生命 過了這個就沒有了 裡面就空了 那接下來比對一下 我的密碼 這個比較簡單 密碼等於 這個密碼如果是1234的話 那就執行什麼 執行中間這個地方 反之的話 l10就執行下面這個 OK 特別注意 字串的話 在jama裡面 你不能用等於 等於等於 因為等於等於是 等於等於是用什麼 用數值的 那如果說你是用那個 字串的話 記得用那個 字串類別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什麼 點 Ecos 點Ecos 不過後來發現 最近那個1.7以後的版本 如果你用等於等於 好像也OK 你們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字串的話 在1.7以前的版本 你變成你只能用什麼 判斷 if什麼 點 不過 其實它裡面都會提示 這個有個什麼 Ecos 有沒有 你可以用這個 但底下還有一個什麼 Ecos ignore case 有沒有 其實 也不用背了 我發現那個 打jama或打enjoy 裡面它都會提示 所以這個東西 都不需要死背 你需要記得的就是那個規則 一幅邏輯判斷 小瓜糊 大瓜糊 這個都固定的 比如說 這個 ignose case 不用 然後 裡面的話 假如說 我們是 123456 假設密碼是這樣子 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幫我怎麼樣 跳出一個密碼正確 就類似像按確定 這樣子 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第一個 一樣 當然 前提是 我Toast 已經input了 所以你會發現 在最上面這邊有一個 所有的啦 如果你這個地方 VG 因為已經所有的VG都通通 Android裡面所有的VG都input了 所以它理論上應該已經input進來了 那怎麼去使用它 其實這個地方也不用背 後面這一串 都是直覺 你只要記得有一個 叫Toast的一個類別 你把它選舉Enter一下 點 MakeTest 然後呢 後面你就打一個get G有沒有 打一個get 這個東西呢 會自己跳出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他問你說 你給我幾個問題呀 第一個 你要產生文字 是在哪裡產生 那告訴他說 你幫我查一下 現在執行的application 是哪一個 那就是get applicationcontext 他就會自動抓到 你現在 正在活動的是 是negativity 所以他會自動抓到negativity 第二個問題的話呢 他會需要什麼呢 需要告訴我什麼 你需要執行什麼文字 如果是true的話 那當然什麼 密碼正確 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他其實就有點問答式 那 第三個問題呢 請你告訴我 你要停留多久 那特別注意 在早期的那個 Eclipse底下 他可以打個3000 3000就三秒 不過在 那個Android Studio 好像不能這樣打 你不能打3000 其實3000是3000毫秒啦 他只能打什麼 多久 你打個T 你可以打個什麼 Toster 他會自動幫你帶出其他東西啦 我覺得他這個地方還蠻方便 就是 他會自動給你提示 OK這邊 這邊 是不是這個 輸入法 有時候 有點 密碼正確 可能剛剛我沒有按輸入 好 然後 豆點 這邊的話打一個T T 那他會跳出 有沒有 你打個T喔 他還蠻聰明的 會自動幫你跳出呢 你是要Long呢 還是Show 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講過了 只有兩個選擇 Long的話呢 是停三秒鐘 Show的話 是停一秒鐘 所以你只有兩個選項 他沒有Middle 也沒有其他的 OK所以 這邊的話 我可以給他一個 三秒好了 OK 好 那最後的話 記得 點Show 你要把它Show出來 所以最後記得要點Show 因為 常常有同學忘記點Show 只要按下去 怎麼都沒有東西出來 因為 插一個點Show 你想說 老師這個地方 點Show放這邊也可以 放這邊也可以 實際上因為他是一個匿名物件 因為只要使用一次 所以 直接點Show OK 那反之的話 Else 有沒有 大瓜糊 就是 把密碼錯誤給顯示出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大概跑出來的結果 就如我們所看到的 1234 是密碼正確 清除一個 密碼錯誤 不過 停三秒鐘 感覺好像有點久啦 不然你們可以試試看 停一秒鐘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 TOS的部分 TOS的部分 不要簡單 那最後的話 我希望 已經確定沒有問題 已經確定沒有問題 結束 那我希望 跳出什麼呢 這個叫 Alern Dialogue 那如果說將來呢 你需要有一個Alern Dialogue 跳出來的話 該如何 把那個Alern Dialogue 給叫出來 不過各位有沒有 發現一件事情 剛剛那個 我那個Alern Dialogue 確定 跟取消 有沒有 有沒有 特別注意 剛剛的 確定在左邊 取消在 右邊 右邊 可是這個版本 剛好相反 不然你們也可以 就是說 試試看 早期的2點X的版本 確定 跟取消 跟現在4點X的版本 剛好顛倒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可能 我在想說是不是 因為現在微軟的視窗 確定應該在左邊 剛好顛倒 那Alern Dialogue 他就是想說 是不是兩個 我不知道跟你一樣 我就兩個顛倒 不過這 大家我目前沒有答案 你們可以找找看有沒有答案 OK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按下確定 他會怎麼樣 離開了 那如果說我按取消 他要回去了 那這個地方呢 我該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 試試看 把那個Alern Dialogue 部分 就是 把那個 這個地方錯了 這個把它刪掉 把那個TOS的部分 實作看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如何實作 那個Alern Dialogue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